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2年底的时候 台湾政府播了一个很有趣的广告 叫做《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从这个广告我得到一个讯息 是说政府告诉我们 经济的事物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们一般的人不用懂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它 那看了这个广告之后 蛮多朋友和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政府 就是有点生气 觉得想做点事情 那我们同时就觉得说 花了钱做这个广告实在是 太令人震怒了 那我基本上过去十几年来都是做软体的 所以就算在医院还是要写程式 好 那右下角是我的ID 如果你想要follow我的话 Twitter或Facebook都可以找到 好 Anyway 那我们这群写程式的朋友就想说 诶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来表达我们 觉得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广告 穿达给我们的讯息 那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看看政府是怎么花钱的 好 于是我们就去看中央政府总预算 那政府的预算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PDF 党500多 也没有人看得懂 那因为我们是写软体的嘛 我们就稍微做点写程式去看看 怎么样可以把它呈现的好一点 让一般人可以更容易的理解它 那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圈圈 每一笔预算是变成一个圆圈 颜色代表它和去年比较起来是稍微多一点 还是稍微少一点 那你可以按照它的主管机关 或者是正式别把它group起来 那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过去 这笔预算过去的变化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一目了然的 大家可以立刻看到说政府的预算是怎么分布的 做了这个project之后 其实得到蛮大的回响 那我们就想说 其实有更多的政府资讯 公开的资讯 是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更 花时间去理解 可是它因为文件可能太复杂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来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说 那我们需要一个名字 那我们知道政府网站叫gov.tw 那大家通常都会觉得政府网站 就是不是很好用 或者是丑丑的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如果换了一个字母 叫G0V 它就突然变得很漂亮 然后又很好用 又有open data 又有open API 不是很酷吗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同时想说 这个0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代表说 像我个人 我自己是算是 觉得是数位时代 因为我是没有买过报纸的 这边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也是 那我们想说 在这个数位时代 其实我们订旅馆 交计程车 或者买机票 都已经是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可是我们跟政府的互动 其实还是一样的 那想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数位时代 是不是可以从0思考 政府在这个时代的角色 跟人民互动的方式 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那 因为从2012年底开始 我们大概已经 差不多两年了 那参与的人数非常的踊跃 大概有 实际有贡献过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程式码 或者是回报问题的 大概有超过1000个人 所以 那你要怎么样 让1000个人一起合作呢 当然就是买一堆吃的嘛 对不对 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在软体界 有一个方法 叫做开放圆码的方式 它有点像是说 我是写程式 但是我把这个程式 给你的时候 不只是 让你去download 一个东西执行 而是我告诉你 它是怎么写的 怎么做的 然后中间的这个 原来用什么方式 去完成我这个程式的 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来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方式 叫做开放圆码 大概从十几二十年前 开始流行 那到现在其实已经变成是 蛮 在软体界 还蛮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一开始的想法 其实只是说 工程师他不喜欢 解决重复的问题 好 所以 如果我今天解决了 一个问题之后 我希望把这个成果 这个解法 分享出来 让Soran都可以用 所以跟我有相同问题的人 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去用 或者是说 他的问题跟我很像 他就可以把我的成果 把它改得更好一点 然后可能就可以apply 到他自己的问题上面 好 从这个一开始 其实只是一个分享 可以变得很多人一起协作 一起帮忙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你本来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只是一个 那后来就变成 它可以解决类似所有的问题 那最后 其实他变成 一开始只是一个嗜好 就是说工程师喜欢分享东西嘛 那最后变成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圈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面其实有 呃真的 很有用的软体 很有用的商业价值 都出现了 包括各位可能用的手机 应该都是Android 或是iPhone嘛 那不管哪一个 它其实都是 Open Source 就是开放圆码产物的结果 好那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其实世界上有十几二十万个工程师 他们 呃 一起完成了这些东西 好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有点惊人 十几二十万个人怎么一起合作 那呃 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一大堆人一起做事情 可是又不用说有一个中央的方式去调控 好 所以变得非常非常有效率 所以就开始有人想说 是不是 除了软体之外 也有别的地方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大家一起合作呢 好那 呃 最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Wikipedia 大家可能都用它来做自己的报告过嘛 对不对 好那 所以其实Wikipedia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它是说 大家都一起来贡献 一起把这个文章 人类的知识把它变得更完整 好那 呃 一般我们讲到Wikipedia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写的百科悬 对不对 好那 可是各位可能有想过 呃 为什么大家会去写 好 因为它是 这个东西它是 重点是它是开放授权的 就是说 在上面的东西变成是 所有人都可以再去利用的 好 而不是说我是 今天是一家公司 大家来帮我写百科悬书 好 而是这个成果是 所有人都可以再去利用的 那什么叫做 把Wikipedia的东西拿去再去利用呢 呃 并不是把它贴到报告里面而已 好 就是说 嗯 比如说前阵子我们有这个 黑心油的事件嘛 好 那当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 呃 就是会有很多热心的人 在Wikipedia上面 编辑它的所有的过程 所以就会看到说 它的 呃 这个 这个 scroll bar 已经非常非常长了 所以它是一边很完整的文章 好 对不起 黑心油太惊人了 对不起 OK 那所以 就可以变成说 每一个 时间点 有一个 独立的连结 你可以link到说 几月几号 谁爆料什么 谁起诉了什么 好 那所以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包括譬如说 我们把空气污染视觉化 变成一个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说 譬如说 这个某一天 苗栗这边就是 看起来就很恐怖 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然 接下来就可能 应该有人要去查 说是不是有工厂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像我们做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还蛮 蛮受欢迎的 所以 其实像这个案例 它其实被引用在 真正的新闻上面 好 那前阵子其实 在南部嘛 有发生了 非常不幸的高雄气爆事件 那各位可能有看过这个网页 这个是 大概当天晚上 大家就集结起来 把所有气爆相关的资讯 整理出来 变成一个像这样的形式 所以你看到左边有很多 譬如说现在的地图 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然后 现在哪里需要物资 然后政府最新的回应是什么 全部在一个 比较清楚的方式 呈现出来 那 其实这个东西是 我们之前有做过的一个 整合资讯的工具 叫做Hack Folder 所以各位可能 看起来会觉得 很熟悉 那 它的重点是说 一大堆人 可以一起帮忙 整理这个资讯 那所以 这个是 一开始开 这个Hack Folder的人 叫Tony Q 那 各位之前可能有看过 在318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类似的界面 去整理所有的资讯 那甚至最近在香港 虽然已经被清场了 但是他们之前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用我们之前做的工具 去整理所有跟 站中相关的资讯 所以这个重点是说 其实它是一个协作的过程 就是大家看到 左边刚才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资讯 其实不是一两个人 花时间去把它整理出来的 而是真的是一大堆人 像Wikipedia一大堆人 去把它整理出来的 所以我们问说 一开始开的这个人 Tony Q 他说 诶 这是你整理的吗 还是说 真的是有一大群人一起帮忙 他说真的 我一开始只是开了四个 然后就去睡觉 然后起来之后 他就突然变得完整 有人就 小精灵就把它填满了 这样子 好 所以 好 那所以在这个事件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project 包括这个是HIGHCHAN 他做的一个时间轴的地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哪里 用同样一个很清楚的界面去呈现 那他的重点其实是在下面 编辑 每个人都可以帮忙编辑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们试图用 有点像开放圆马 刚才我们讲说 一大堆工程师可以一起完成事情 但是把它套用在 像刚才Wikipedia 或是这种事件的整理上面 群众的力量 在气泡事件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位医师 他觉得 因为发生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 急诊其实都已经 平常就已经很满了嘛 所以当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 他很犹新说 我们的医疗能量 会不会有办法照顾他们 照顾受伤的人 那所以 他就发起了一个专案说 我们来 把所有 重度级的急救医院 他的 平常的急诊资讯 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床 全部抓下来 然后我们看看 历史上有没有一个pattern 或者说我们应该 由这个资料去施压 说平常大家 其实已经耗费太多急诊资源了 所以他就 我们就挖了一个坑 就是说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帮忙做了一个 比如说台大医院的 我去睡觉完之后 其他33家医院 通通被七八个人一起完成了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卫福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 要求所有的重度级的急救医院 公布他们的急诊资讯在网路上 可是他公布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三十几家医院 所以譬如说我们这边 突然有人不舒服 我们到底要去承担还起来 我们就要点下去按 每一个跳出来的页面 都长得不一样 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 可能已经太迟了 那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全部整合起来 变成像这样的一个仪标板 你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有分区的 台南区现在所有的急救医院 他们的满床的状态是怎么样 所以刚才提到的 其实只是一些 精灵医院里面的专案 我们大概有四五十个不同的专案了 那其实因为这一年 因为做G0V相关的事情的关系 还蛮多场合到国外跟大家分享的 那他们都觉得说 这边实在是太热闹了 原来有这么多参与者 这么多的专案 这个叫没有出过比赛 不知道自己第一名 好 那其实为什么G0V会这么的热门 有一个点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它跟今天网际网路这么发达 这么盛行 背后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好 就是说一开始发明网际网路的人 他并没有说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要每个人都用手机上网 他没有这个巨大的计划 他没有这个伟大的计划 去规划所有的东西 而是说我们大概有一个初略的共识 就是说我们要一个更互相连结的 更通讯更发达的世界 那那是什么不是那么重要 但我们一直去try各种可能性 然后重点是说这些被try的可能性 可以被累加上去 可以其他人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在G0V其实很类似 我们有一个初略的共识 我们可能希望有一个更开放的政府 可是我们不是说花时间去define 什么是更开放的政府 而是我们去做很多不同的专案 去尝试说这是我们要的 但是重点是说让这些成果 都是可以一大堆人一起参与 一大堆人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那我们常常做的方式 就还是非常像open source的工作方式 我们鼓励很多人 他可能不是软体 资讯软体背景的 他就会来说 我想到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 写人不要用讲的 你最好把它写下来 或是最好把它画出来 像这个是EPA 他不是资讯背景的人 可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像 他希望的国会网站 立法院网站 他应该长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你用讲的 那我就会说 如果你跟那个人讲他可能会做 跟那个讲他可能会做 你就要讲很多次 对不对 那写下来之后 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分享 那最好是变成这样子的方式 除了分享之外 其他人也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就说这个button应该在这边 这边应该要改成怎么样 就变成你有一个tangible的东西 大家可以一起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可能过了几个礼拜 它就变成实际的网页 只是可能上面的资讯是假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可能再过一下 就有人把真的资讯放进去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logo 你看到左手边 是我们第一个版本 非常非常丑的logo 但是我们就是 可能不怕大家小就丢出来 那想说 如果有人可以把它变得更好 就非常欢迎 那果然后来就有设计师 做了三个版本 各位看到 右边现在是目前的版本 那其实这一年来 大家都觉得说 网络力量好像很大 就是说我们有Facebook Twitter 这些social network 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很多人其实是蛮悲观的 他觉得说 这只是一种通讯的方式 可是他并没有实际的 可以产出什么改变的成果 那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边就已经讲了 大家觉得自己已经参与了 按赞就参与了 可能就觉得不用再做更多事情 而事实上也是说 这个平台 这个通讯的方式 并没有让人更容易的做更多事情 那但是我们有一个例子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各位知道我们刚选举完吗 那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有政治现金 那但是我们政治现金的明细 你必须要到这个 Building里面 监察院里面去把它印出来 所以前一阵子 就有一群NGO的朋友 他们发持了一个专案 说想要做开放政治现金 那他们的做法就是 像我们开一个headpad 就是一大堆人一起共笔的一个文件 写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要怎么做 怎么开始 先查哪些人的政治现金 所以他把这个申请办法写好 大家就follow这个规则 去里面印出来 然后把它扫描起来 放到网络上的某个地方 所以大概二三十个人去 每天就去把它印出来 扫描起来 然后我们就说 你就先把它放在网络上某个地方 那过了几个月之后 工程师就进场了 我们知道 这下政治现金的申报表格 是有点像一个表格的形状 然后他就把它变成说 我们用软体的方式 去辨认出每一个格子 诶 那辨认出每一个格子之后 可以干嘛 各位注册的 网络服务的时候 有填过注册码吧 就类似这样 就变成说 一大堆人一起把这些 每一个小图片的数字 变成数位的 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个数字 一直在跳就非常兴奋 想要去参加 所以就很多很多项目 所以第一批资料 大概有三十万笔 在二十四小时内 被差不多一万个人 全部数位化完成 非常非常厉害 那数位化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 当然就是一些简单的检索啊 然后一些简单的统计啊 比较有趣的可能是 搭配上公司的所有资料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集团 其实它是好几个公司 都有捐给某些人 这些人又通过什么法案 那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问 那接下来就有人接官 去分析这个公司的政经 脉络网络啊之类的 就是说 我们让每一步的成果 都是可以被接下去做的 因为临时政府这个名字 实在太奇怪了 所以一开始很常被问说 你们这是凡政府主持吗 不过现在比较 大家蛮知道的 那事实上 我们也遇到蛮多政府机关 还蛮希望跟GTV合作 就是说看怎么样的方式 让社群更容易参与 或者说让政府的东西 早一点丢出来 让所有的人去 看怎么样去给他们 或者是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 通常一般是不用回答 这个反政府的问题 不过我还喜欢 我们一个朋友说的 就是说GTV听起来 像反政府组织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反酸民组织 酸民就是说 你做这个也没有用啊 或者是 这个做了也没有人会看啊 当然你做所有 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有人这么说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管他们 就直接做了 那 In summary GTV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个初略的共识 是希望有一个更开放的政府 但是我们使用什么方式 用很多资料 用很多事实 去呈现很多东西 然后欢迎一大堆人 一起来协作 一起来把东西变得更好 所以在这边 有一份 虽然今年是第二年啦 但第一年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 完整的描述说 我们是怎么发展的 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GTV的格言 就是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那其实今天早上 那个苏老师有说 当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对不对 其实我是不喜欢这句话的 其实是 当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宙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那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那重点是 当有很多很多的没有人的时候 那没有人是万能的 那基本上GTV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草根的 开源的大规模的动员 让一大群人 用新的方式一起合作 一起产出新的成果 所以我们会默念开源的心境 贡献贡献 请来贡献 一起来贡献 好 所以就是希望说 反正把这个成果 都是可以累积起来的 那所以通常我们 大家来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想要当志工 或者什么 我们没有志工这回事 所有人都是贡献者 那重点问你的是 你想要做什么专案 好 那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 关系的方式 就可以在这边找到 不同领域的人 一起合作 一起协作 谢谢大家